你好大家好我是莫娜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欸怎麼辦今天這支影片 我應該都會笑得合不龍嘴 止不住笑意 因為我看到我的新手機了 沒有錯就是熱騰騰才剛推出的 Google Pixel 9系列 那我們人現在就在Google台灣的體驗會現場了 先幫大家快速重點整理一下 這次所推出的新品 包含四支手機還有新一代的Pixel Watch 3 以及新一代的耳機 Pixel Buds Pro 2 那因為今天體驗會時間有限 現場媒體其實也蠻多的 那我們就趕快帶大家來體驗看看 Go Pixel 9系列呢 這一次新增了一位大個子 就是我手中這一台6.8吋的Pixel 9 Pro XL 對比6.3吋的Pixel 9 可以看到這個大小其實真的差蠻多的 不過它的大小呢 其實也比上一代的Pixel 8 Pro大一點點而已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大手機的人呢 其實XL還是蠻適合拿的 Pro系列有四種顏色 陶瓷米 霧灰色 鑰匙黑 Pixel在這次的Pro系列 新增了一個超級可愛的粉紅色 這個粉呢是濕音粉 它是有點帶冷掉的粉色 這支Pixel呢 選擇在最大隻的手機裡面 加入了一個最可愛的顏色 我覺得這個想法其實蠻跳動的 不過也中和掉了大手機的一個陽剛感 我跟你講這支手機有寫我的名字 我等一下會直接帶回家 Pixel 9有陶瓷米 鑰匙黑 還有莓果粉 嫩牙綠 這一次的新色其實可以感受到Google Pixel 其實今年蠻想要打入女性市場的 不管怎樣是有打中到我的 這一次的邊框呢 也從過往的一個比較圓弧形的狀態呢 變成了一個平整的邊框 Pixel系列呢它是採用亮面的一個邊框 數字系列呢則是霧面的 其實我覺得兩個尺寸的手機呢 我覺得手感都非常不錯 啊我個人就是愛大手機啦 所以這支手機我是覺得 單手握持也是OK的 但我覺得兩手握持是更剛好一點啦 如果你是手跟我一樣比較小的女生的話 那相機的模組啊很明顯的它就變成了一座獨立的島 就不像以前呢是直接一整塊方形 我在猜這樣子裝手機殼呢 是會保護的比較全面的 因為舊的模組啊 它的邊邊是有弧度的 沒有辦法被殼包覆完整 也會比較容易卡回程 Pixel 9 Pro系列呢 它的螢幕一樣是Super Extra 但是呢它的亮度是更加提升的 最高峰值來到了3000尼特 Pixel 9則是進步更多 從2000尼特提升到了2700尼特 這樣在戶外觀看的時候 其實會看得更加的清晰 在硬體規格上面 進步的其實還有RAN Pixel 9 Pro提升到了16GB Pixel 9增加到了12GB 續航上雖然電池容量是變小的 但是依靠著Tensor G4 它這顆晶片所帶來的低功耗 讓手機呢在超級省電的模式下 手機續航是可以長達100個小時 這點是有比前一代更好的喔 鏡頭規格的部分我就放在旁邊 那之後有更詳細的實拍 大家可以等我的實測影片 不過這邊可以先跟大家分享 這一次它的HDR Plus呢 是歷經九年來最大的一次更新 所以它拍照起來 絕對會相比上一代有非常大的改變 相機的部分我們當然就是要來實測看看 這一次非常有趣的AI功能 這次Pixel 9系列呢 新增了一個叫做 Aid Me一起拍的功能 這功能我跟你說是 Iron救星 假設今天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出來玩 我們互相幫彼此拍照 但我們想要合照怎麼辦呢 我們這時候不用去侵入人 我們自己拍就可以了 來示範給你看 現在這裡有一起拍的功能 現在呢我的朋友已經先就定位了 我等一下呢 要怎麼樣進入這張合照呢 我先自己按一張一起拍 好 按到一張照片了 好 Rik 可以回來了 Rik 可以回來了 然後可以看到 我的朋友呢 他的殘影就留在這邊 可以方便他繼續去對準 然後去拍下一張照片 好 接下來我的朋友來接手 來來來 來 然後你再按下它 然後來做另外一邊 我會按下它 欸 結束之後 啊 有看到嗎 它自動生成了一張完整的合照耶 它其實就是透過AI的堆疊 然後把兩張照片瞬間怎麼樣 變成了一張合照 哀人救星 以後我出去不用再侵入人幫我拍照了 我自己拍就可以了 這次呢也新增了一個新的AI編輯 也就是說我們在相簿裡面呢 點開之後 我們長按我們想要修圖的地方 然後就可以輸入文字的敘述 然後它就會生成一張全新的圖片 不過呢 目前只支援英文啦 我們來試試看 可以加出些什麼東西 我讓它加個台北101好了 我們就按下去 它就會開始自動產生 喔 有看到嗎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101出現在這裡了 其實蠻酷的 然後它一樣呢 也有不同的風格可以選 這一次在Pixel 9系列的一個相機 AI升級啊 我自己覺得最有趣的是 影片強化 這次影片強化呢 除了是你夜間的攝影模式 它是會更加的快速 它包含你在20倍 遠處的時候錄影 都可以幫你變成清晰的樣子 我們再來示範一次給大家看看 現在的相機已經開始20倍囉 好 然後等一下我會跑到遠方 我們就來用錄影模式看看 看20倍的我動起來清不清楚 華東華東這樣有嗎 畢竟呢我們剛才錄了20秒 所以它現在呢 系統需要運算一下 等一下呢才會跑出 清晰的20倍 遠處的我的影片 那其實大家也知道啊 Google它是第一個 把AI導入手機的品牌 在所有的品牌都在今年才加入AI的時候呢 其實去年Google就已經超前部署了 加入了什麼完美合照 或是AI修圖等等功能 那其實今年呢 Google在AI上面呢 算是一個蠻重要的時刻啦 因為他們今年是想要把 Dreamlight完全的整合到手機裡面 也可以看到他們的發表會 其實花了很大的時間的篇幅 在介紹 Dreamlight跟手機的一個整合 不過今天呢 是比較沒有辦法測試到 硬體上面的一些AI功能 比如說像是ScreenShot 或者是CodeNote 那這個之後我們拿到時機 也會一一的來幫大家實測看看 各位觀眾 我終於看到了 Pixel折疊機本人 Pixel Pro Ford OMG Pixel 9 Pro Ford 給大家看看這個薄度 它其實呢 只有5.1mm而已 號稱是目前市面上 最薄的大折疊機 而且呢 它包含它的這個內螢幕打開來呢 其實是8吋的 更接近一個正方形 那其實它的這個大小啊 已經蠻接近一台小的平板了 那我覺得這樣的尺寸呢 其實也有點彌補 在現在這個Pixel產品線裡面 是沒有平板的一個狀態 我們可以直接把這個Pixel 4 當成是一台迷你平板 更好收納的平板 然後它的處理器是更強的 外幕的部分6.24吋 然後我們翻到鏡頭這邊 因為體積的關係呢 所以它的鏡頭是改成了兩行 今年第三代的Pixel Watch 新增了兩個尺寸 比較大的45mm 跟比較小的41mm 它的顏色上面也有新增 你看這個粉紅色表帶超可愛 今年的Pixel怎樣 就是要讓大家帶一組粉色全餐回家啦 其實我自己會比較喜歡大表面的手錶 所以45mm我自己會覺得 看起來資訊會是更加完整的 這一次的Pixel Watch 3呢 全部都換上了新的Extra螢幕 那是螢幕亮度的最高峰值 是來到了2000尼特 所以我們在戶外進行戶外運動 或是採陽很大的情況之下 我們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表上的資訊 Pixel Watch 3呢 加入了三項的健康相關的新功能 包含了美熱身體狀況啊 心肺的負荷程度啊 還有一些設定 Pixel Watch 3呢 也加入了一個跑步規劃工具 那它有新的鍛鍊模式 你可以自己設定距離啊 時間配速心率等等 然後它也會有觸覺來提醒你說 你的心率是否是超過負荷了 然後它也會協助分析你的跑步姿勢 就是針對步屏啊 然後針對一些你的日常訓練進行分析 那其實這一代的Pixel Watch 3 它從前幾代比較像是日常的錶款 我真的可能只能拿來看時間看通知 但這一代在運動上面 或者是在身體的一個指數的指標上面 都是更加的精確 然後更加的豐富的 所以就變成它是生活上 訓練上都可以不用轉換的錶款 我一直錶就可以訓練 我平常上班我下班的訓練 Pixel Buds Pro 2呢 有綠色米色黑色粉色四款新的顏色 然後這次有加入全新的晶片Tensor A1 提供了比前兩代還要強的降噪效果 那Pixel Buds Pro 2呢 它則是第一款可以支援Germini的耳機 所以現在你不需要拿出手機 你就可以請耳機幫你做事情了 好的以上就是這一次 Google Pixel 9系列的新品全系列體驗 你們覺得如何呢 我一直覺得Google它在AI上面 處理的方式跟思維 其實跟其他的品牌非常非常不一樣 像是雖然他們有背景擴增 或是其他的圖片敘述的功能 但是他們不是特別主打這些項目 他們反而是主打Germini融入手機 如何帶來更人性化的一個操作 怎麼樣才能夠更貼近 我們現實生活中的實用情境 其實也是Google Pixel一直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人性化真的是Google Pixel 9系列呢 這一次非常大的一個亮點 而且我必須說 如果你是喜歡Google Pixel的人呢 你就真的會非常鐵 你就會從一路一開始一直用到現在 然後用到最新的 你真的是離不開Google Pixel 就覺得它這個軟硬體體驗是非常好的 包含它的外觀設計 非常打中我的心 之後我的頻道呢也會推出很多關於 Pixel 9系列新品相關的開箱 還有更詳細的實測 大家要記得鎖定我的頻道好嗎 TickPixel Diva交易 沒有開玩笑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我們下影片見 掰掰